舉個例子 諸位都知道慈悲三面水燦是悟達國師所發明的 他這有意願 悟達國師 當然他羞恥不錯 他是十四的高僧 但是他第十四的時候 因為他皇帝就拜他做國師 皇帝又送他一個檀香座的法座 請他身座說法 當然皇帝來聽 當然五五百光就在做了 所以他這個時候升起高慢心 本來高慢心也沒什麼重大的過失吧 但是關鍵在什麼地方呢 關鍵是他會去刺激你的業力 這個惡念有時候會去刺激業力 所以使令他的這個膝蓋 就出現了人面瘡 這個人面瘡是在過去漢景帝的時候 這個悟達國師呢 他是 他是炎漾 那麼這個人面瘡是曹措 炎漾呢就是說 他跟漢景帝說 這個七國之亂會引起是曹措的政策錯誤 結果漢景帝沒辦法就把曹措給殺了 所以這個炎漾跟曹措結下一個二陰眼 但是曹措呢看到炎漾啊 這個悟達國師啊 十世的修行呢 都沒有機會 到了第十世的時候 因為起了高慢心啊 所以就這個陰眼記住了 也就是說呢 曹措跟炎漾呢 經過十世這幾百年的時間啊 他那個種子呢 恆水轉性結定帶重眼 你不能夠說 你不能夠誤達國師說 你因為起高慢心 所以就得到人面瘡 不能這樣講 他這個人面瘡啊 另有陰眼 你這個高慢心 只是把他刺激出來而已 你看有些人他去滑雪 他去滑雪就把腿摔斷了 你說你這個人就是因為滑雪 才把腿摔斷了 可以這樣講嗎 不可以吧 滑雪的很多的去了 不是每一個人都摔斷腿吧 是吧 他是 他過去一生有這種殺業吧 那你就是喜歡滑雪 你就把這個業給逼出來 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業力要得果報 他必須有信念的刺激 當然臨終也是這個意思了 所以說臨終為什麼不能起惡念呢 就是你又去碰到地雷 會把過去的生死業力把它激發出來 最五個隱至果 為以別別色心等果各個隱身方成種子 那麼等到這個業種子成熟以後 他表現出來的時候 他不是只有一類的種子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叫眾圓合合 是很多類的種子表現出來的 所以人生充滿了榮耀 也充滿了遺憾 舉個例子 你看波勢力王 他的公主 你看他有上官公主 長得很漂亮 又有福報 他有一個叫做金剛 是吧 他長得很醜陋 醜陋到啊 這個經典上的時候 看上去已經不像個人 像一隻豬的臉一樣 所以他爸爸就覺得很沒面子 就把他灌在房間裡面 那長大的時候 要嫁人的時候 找一個乞丐就隨便嫁出去了 那麼他以前在皇宮 他不用跟人家接觸了 嫁出去就變成平常老百姓 就有一些日常的社交活動了 但是他先生也不敢讓他參加 也是把他鎖在房間 所以這個時候他覺得受到的歧視 受到的自卑 後來他就像佛菩薩懺悔 像釋迦牟尼佛懺悔 後來才把這個果報給改變了 那麼他這怎麼回事呢 就是他過去在修布施的時候 他布施出家中的時候 他出家中威仪不好 他就出二口去批評這個聖寶 但是他也布施了 所以得果報的時候 他有富貴 但是他的口業的稱心 也讓他醜陋 所以我們這個今生的果報 一般來說 是多元化的種子 創造出來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人生沒有圓滿 因為我們在因地造業的時候 善的也造 罪業也造 所以它是怎麼樣呢 在個別個別的色心果報呢 是由個別個別的善惡種子引申的 這個是 由多類的 多元化的種子 引申多元的果報 叫營自果